很常见的一种疾病 叫做金属熏炎热 金属熏炎热 工作后4到8小时常见 症状是头痛 发烧 咳嗽 停止焊接一两天就会好 但这是慢性并发症的警讯 金属慢慢在体内累积以后 会有些更严重的状况 包括贫血 脑部损伤 鼻中隔穿孔 肺纤维化 甚至肺癌 都是金属熏炎可能造成的伤害 我们这次做的专题主题是 焊接气体全微粒过滤系统之研究与分析 那我们想做这个原因是因为 学校有基础焊接的实习课程 那老师建议我们在焊接的时候 佩戴口罩是比较头当的 那我们就想了解说 焊接时产生的气体 对人体以及周遭环境 有什么样的危害 所以我们以学校的电焊工厂的岗位 来做一比十的比例所缩小的岗位 做成这个模型 再利用这台抽风机 将两岗位的气体抽入 我们放置过滤材料的地方 而这个管路 利用这个管路进入过滤材料 再将让气体从 这个管路进入阳测箱内阳测 再将在利用排风设备 将凉测箱里面的废气排出 以免废气残留于凉测箱内 以免造成毒素不正确 那第一个顾虑材料是顾虑棉 第二个是活性碳 第三个是羊毛纤维棉 第四个是PM2.5帮买口罩 那第五个是海绵 那做出做实验最 那我建议我们第一道 第一道使用的过滤材料是海绵 因为它能过滤颗粒比较大的 粉尘 脏污 那第二道我们建议使用 螺性碳 因为它可以除臭 那最后一道我们会使用PM2.5 从来口罩中里面的HIPAA材质 来过滤PM2.5分层 那我们做出的这个设备 希望可以 作为我们新的这样工厂的 过滤设备的一个参考依据 看好哦 看好哦 OK 我一般透过一个 有多多那些 有作用